知名韩国女星朴信慧上月20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粉丝见面会 是她结婚生子后首次来台的公开行程 不过,她此行也难得放慢脚步,享受台湾之美 朴信慧日前在个人社交媒体上传的一组在平溪古城放天灯的照片 引发粉丝热烈讨论 照片中,朴信慧身穿白黑蝙蝠 穿着浅色的轻便凉鞋 优雅站立在平溪老街的铁路上 她一脸灿烂的笑容,双手祈祷的姿势 准备放飞天旋 从照片可看出当时是黄昏时分 柔和的光线把朴信慧的身影渲染得更加迷人动人 朴信慧在贴文写道 被嫂嫂锻念出来的哥哥拍照实力,磕磕 谢谢你把我拍得很长 是她的亲哥哥为她拍下这组美照 此行很可能是带着全家人一同旅游 所以哥哥能在现场为她拍照 这让不少粉丝猜测 朴信慧的老公以及他去年出生的儿子是否也同行 毕竟朴信慧上一次来台译是2017年的事了 这次能带着家人共赴台湾 自然别有一番意义 放天灯被视为传统的祈福仪式 朴信慧在社交平台上也透露 他在平溪放天灯时 选择了平安和健康作为祈愿 适逢近期花莲发生强症 朴信慧在台北举办见面会时 还带着向台下粉丝打听灾情 关心大家是否平安 逐渐这位韩星对台湾相当有情谊 除了转程到平溪古城游览之外 朴信慧这次来台也没错过逛街的机会 据报导他造访过台北知名的士林夜市 当时还被当地水果摊商货高价延 不禁对台湾物价表示爱意 不过这些有趣的经历反而增添了旅途的色彩 身为韩国代表级女星 朴信慧出道至今已超过20年 是2003年以童星身份出道后 便以多部上销韩剧《如天国的阶梯》 《秘密》等作品打响知名度 最近他也在产后首部主演电视剧《低谷一声》中 再次获得观众的热烈回响 总的来说朴信慧这次借由在台北的见面会之旅 也难得到平溪等地细细品尝台湾风土人情 且有全家人作伴 想必别具难忘回忆 相信日后朴信慧只要再有机会来台 也必将吸引大批粉丝们的瞩目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